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都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经得起无情的时常考验,就拿美国著名的耐克品牌作为例子,耐克最初是为运动员设计高质量的运动鞋,到了几十年后,美国七成青少年梦想都要拥有一双耐克鞋,这其中除了耐克鞋的高科技之处,更主要得益于耐克信奉的影响力金字塔,通过那些最顶尖的运动员影响其他人对产品的选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耐克在几十年来补息重金压保顶级运动员,例如1985年签约了还是出出茅庐的迈克尔乔丹,结果乔丹成为篮球历史上第一人,非人乔丹篮球鞋使耐克赚得盆满钵满,还成为了耐克旗下经典的独立品牌。 1994年世界杯,耐克赞助的巴西队赢得冠军,使得耐克的形象在国际上尽上添花。 耐克坚持执行影响力金字塔的营销方法,签下了网球运动员萨拉波娃·斐德勒,高尔夫选手老胡伍兹,篮球运动员科比和勒布朗。 在这些运动员的相应成辉之下,耐克成为了人们心中不可动摇的高端运动品牌,这就是营销的魔力。 营销究竟有多重要呢? 我们今天所讲的营销管理里面提到,如果一家公司不能把自己的产品服务卖出去,那么公司的其他智能部门运作的再好,也是枉然。 有销售有买卖才有利润,而顺利的销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营销,好的营销能让销售事半功倍。 这本书给营销管理学术定义是,选择目标市场并通过创造传递和传播卓越客户价值来获取维持和增加顾客的艺术和科学。 简单通俗来说,营销管理就是传播公司的产品服务文化价值,以达到维持顾客,增加顾客,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营销管理是一本非常经典的工商管理教材,也是全球商学院使用的最为广泛的教科书。 营销管理的内容在深度、广度、相关性三个维度都几乎无可挑剔,它构建了营销管理完整的知识体系, 它囊括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营销人员所必备的全部知识。 在营销类的书单里面,你肯定可以看到这本书上榜。 但是营销学里不可不读的经典。 营销管理第一版出版于1967年,时间跨越半个世纪,作者还是滋滋不倦地认真做研究, 对书的内容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换代,目前最新的版本是第15版。 本书的作者名叫菲利普·科特勒,被视为现代营销学之父,使他创立了营销这门学科。 他见证了美国战后经济的兴衰沉浮,从历史现实建立完善自己的营销理论。 菲利普·科特勒拥有麻省理工、哈佛大学、苏黎世大学等多家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同时还是跨国大企业的营销战略总顾问,包括IBM、通用电器、米其林等等,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公司的企业家,多次获得了美国国家级勋章和褒奖。 菲利普·科特勒的著作除了营销管理之外,还有国际营销、营销原理、社会营销, 很多都是经典教材,为研究营销的必看书籍。 好,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我们准备进入重点内容部分。 因为营销管理是一本教材,如果照本宣科的展开会比较枯燥, 所以我将会举几个品牌作为例子,结合书中的理论进行讲解。 第一,可口可乐的大众营销登峰造极。 第二,麦当劳为什么能在中国大放异彩。 第三,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营销有什么新特点? 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内容,可口可乐的大众营销登峰造极。 营销管理这本书很坦然地承认,在历史上众多的企业里面, 没有谁的大众营销能比得过可口可乐。 这家有130年历史的企业,现在的年销售额超过了300亿美元。 在世界知名媒体机构评选全球知名品牌, 唯有可口可乐多年来从没有跌出过榜上千十。 什么是大众营销呢? 大众营销就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潜在顾客, 并尝试把产品卖给每个顾客。 企业为所有的购买者提供单一产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分销、促销。 大众营销的倡导者认为,大众营销可以创造最大的潜在市场, 同时成本压缩到最低,进而以低价格迅速占领市场。 除了可口可乐,福特汽车也是大众营销的代表, 他们只提供一种黑色的T型汽车。 与大众营销相对应的是细分营销。 细分营销把不同欲望需求的顾客划分成不同群体, 再进行针对性的识别、生产、宣传、销售符合对应群体的产品。 细分营销在3C数码产品,大家应该接触的最多了。 例如,智能手机分为入门级别、玩游戏的、商务的、还有旗舰机。 这些就是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细分营销。 我们回到可口可乐的话题上面,可口可乐的受众群体有铁粉、大富豪巴菲特, 也有来自贫民窟的小男孩,有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髦男女, 也有来自中东手持AK47高喊反美的宗教圣战分子。 这些本来是八杆子打不着的群体,可口可乐却不分贫富,成功地推销给他们。 难怪可口可乐的大众营销已达到登峰造极了。 可口可乐为什么取得大众认可,我们要先从它的诞生说起。 1886年,美国的约翰·彭伯顿博士为了治疗头痛,把自创的糖浆和碳酸水混合在一起。 想不到误打误撞发明了一种美味可口的碳酸类饮料。 可口可乐能快速补充人体所需的葡萄糖,同时糖分的甜味、碳酸的泡沫又满足人类最原始的口服之欲。 这些需求都是人类不分种族文化所共有的。 可口可乐从诞生起就走低价策略。 从1886年到1959年的大半个世纪里面,一瓶可口可乐的价格都稳定在5美分。 为什么可口可乐要走低价格路线? 其实很好理解,可口可乐要尽可能地卖给全部顾客完成大众营销,价格就绝不能太高,否则只有一部分人消费了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还特意宣布,每个士兵无论他在哪里,无论公司要花费多少成本,他们都能够以5美分的价格获得一瓶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这一举动无疑是很赢得美国人的欢心,在艰苦的战争依然不计成本,为士兵提供廉价物美的可口可乐。 乱世之中建立了稳定的情感纽带,从此可口可乐成为了一款国民饮料,同时通过美国大兵走向全世界。 另外要保证可口可乐能够出手可得,公司还致力于建立广泛的零售网络。 零售店的类型多种多样,但我们可以在楼下的便利店,小镇上的百货商店,城里面的超级市场,又或者是街道一旁的自动收货机,都可以买到可口可乐。 可以说,能买到矿泉水的地方,一定能买到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在强大的零售网络下,就成为了如同白开水一样随手可得的饮料。 在以前呢,可口可乐为了防止别人山寨复制,曾经自我炒作可口可乐的配方,让人觉得可口可乐的配方是非常神秘,异常宝贵。 但是当别人成功复制了各种可乐之后,可口可乐已经凭着低价策略占领了市场。 这些先发的优势就是可口可乐的护城河。 可口可乐只要继续保持低价格,皮量大生产,薄利多销。 其他可乐即使是口味接近,也无法与可口可乐竞争。 就连碳酸类饮料的第二品牌百世可乐也未能给可口可乐造成威胁,只能与其他的饮料另辟战场再竞争。 尽管可口可乐空前地完成了大众营销,但是它也并非没有犯错。 在1985年可口可乐公司推出了比原始配方更甜的一种新可乐,但是消费者对新可乐并不接受,销量惨淡。 三个月后,新可乐就下架,原始的经典可乐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各地的消费者才纷纷感到满意。 从此之后呢,可口可乐由口味上的推陈出新变得非常的谨慎。 最近新出的樱桃味可乐,评管上就印上了铁杆粉丝巴菲特的头像,让数一数二的首富代言。 但是已经习惯经典口味的朋友对樱桃口味毁于参半。 在一百多年里,把一种产品成功地推销给世界各地,不分阶层的顾客,再没有其他品牌,能像可口可乐这样随处可得广泛接受。 在大众营销上,可口可乐可谓是独孤求败了。 好,说完第一个重点,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重点内容,麦当劳为什么在中国大放异彩。 如果说可口可乐是大众营销的代表,那么麦当劳就是跨国营销的代表。 可口可乐能迅速地补充人类葡萄糖,满足原始的口福之欲,都是人类所需。 所以只要做好大众营销,走出国门自然就不成问题。 但是麦当劳不一样,它的主打产品是汉堡及翅膀薯条。 这种美式快餐与很多国家的饮食结构非常不一样。 而麦当劳却成功地在一百多个国家拥有超过三万七千家餐厅,成为全球零售食品的龙头企业。 其中,中国是麦当劳全球第三大市场,目前增长拓展最快的市场。 麦当劳作为洋快餐在中国取得成功,是一个很经典的营销案例。 麦当劳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一个叫克罗克的销售员,从麦克唐纳兄弟获得一家汉堡餐厅的特许经营券,正式取名为麦当劳。 克罗克为麦当劳设计了一个经典的logo,单个金色拱门,背景是红白色。 设计简洁而且辨识度很高。 1963年,公司还成功塑造了麦当劳的形象代言人,麦当劳叔叔这个角色。 麦当劳叔叔有着传统马戏团小丑的打扮,面带亲切和蔼的笑容,他的人设是小孩子们最好的朋友。 到目前为止,麦当劳的logo和形象代言人都是麦当劳公司的宝贵品牌资产。 60、70年代,麦当劳在美国已经驾驭互销,到了80年代,麦当劳决定扩张。 海外市场,其中改革开放的中国就是麦当劳非常重视的市场。 1990年,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业,选择在深圳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全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深圳人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麦当劳。 另外,深圳毗邻当时还没有回归的香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对外来的饮食文化也很快地接受。 果然呢,麦当劳开业的第一天就热闹得水泄不通,第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突破百万。 深圳的大获成功后,麦当劳就在北京、上海、广州几个陆续开设新店,反映同样热烈。 目前,麦当劳从沿海到内陆,从一二线到三四线城市的扩张,还在火热的进行中。 麦当劳在进入中国的时候采取的是直接投资的方式,营销管理把直接投资称为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终极模式。 直接投资可以购买当地公司的所有权,又或者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生产和服务设施。 通过直接投资,企业可以完全控制投资、生产和销售的整个过程,保障产品的质量。 所以说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麦当劳刚登入中国采用直接投资。 刚进入中国人生地不熟,得小心翼翼,不然品质不过关砸了自己的品牌。 在十几年后,麦当劳为了加快扩张就改为颁发许可证的形式。 营销管理这本书把颁发许可证称为一种最简单的国际营销方式。 麦当劳颁发许可证给其他个人或企业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生产流程、商标、专利、商业秘密。 麦当劳收取一定的费用和版税。 既然麦当劳在中国已经落地生根,于是他们为了加快扩张就颁发许可证,放权让其他加盟店代劳。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麦当劳初期登陆中国的情况。 当时中国城乡居民人均肉类的消费量大概是20公斤,一顿饭才那么几两肉。 面对麦当劳的香味、可口的鸡翅膀、牛肉汉堡,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对顾客而言就是消费升级。 一个普通人去麦当劳去享受到中产阶级的消费品质。 所以说当时的麦当劳是毋庸置疑的高端品牌。 另外,麦当劳的顾客有很大一部分是儿童,于是麦当劳针对这个群体进行细分营销,推出了儿童乐园套餐,并且花费很多钱从迪士尼购买卡通人物的肖像权,每个星期更新儿童乐园套餐所赠送的卡通玩具。 餐厅内还设置孩子专属的儿童天地,给七到八岁以下的孩子在里面玩耍。 麦当劳当时还是儿童庆典的场所,在麦当劳举办一场生日会,在同学朋友之间是备有面子的事。 麦当劳的员工会跟儿童玩游戏,庆祝生日。 麦当劳在九十年代可以说俘获了一代儿童的心。 麦当劳的经营理念是QSCV,品质、服务、清洁及物超所质。 在九十年代,麦当劳的理念比很多中国餐饮企业都要领先,因为麦当劳的卫生环境确实比当年的馆子要出众得多。 特别是麦当劳的卫生间,可以比得上星级酒店。 麦当劳的卫生间与店面本身的设计非常符合简约风格。 不过更突出的是,麦当劳作为一家快餐店,他的卫生间却能实行定时的打扫清洁。 整个清洁的过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所以我们到麦当劳的卫生间都感觉整洁没有意味。 更难能可贵的是,麦当劳的卫生间是任何人都能够使用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承担了公共卫生的职能。 麦当劳为大众提供了卫生间,反过来也吸引了人流量,增加潜在消费顾客,本质上是双赢的。 麦当劳的卫生间无疑也提高了品牌的附加价值。 当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西餐厅和饮品店、茶餐厅,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也逐渐提高。 麦当劳就慢慢回归到他原先的价值,然后麦当劳很适时的实行本土化。 中国麦当劳推出了鱼头派、辣椒、蒜酱、麦乐鸡、豆浆、翠香油条等等迎合中国人口味的新产品。 俗语叫本土化,在营销管理里面称作营销适应。 由于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不同,产品根据不同市场需要进行一些微调整。 麦当劳对食品的款式口味做出调整就是最好的例子。 既然高端市场维持不下去,那么及时做出营销适应,对麦当劳而言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最后我们再来讲第三个重点内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营销有什么新特点? 社交媒体与移动营销是本书《营销管理》第15版增加的全新内容。 在进入移动互联网之后,移动营销是每个企业都不能忽视的高低。 谁在线上占据营销市场,谁就能保持优势或者是弯道超车。 在传统的互联网营销中大概有三种。 第一种是搜索广告。 搜索者在搜索引擎对关键词进行竞价,谁付的钱多, 谁的网站就在搜索结果排行前列。 广告主在人们点击链接之后才付出一定费用。 但是近年来,不入流的医院、山寨、假货参与竞价, 导致人们对搜索广告反感。 第二种是恒额广告,就是一种带有文资或者是长方形小广告, 有企业付费出资投放在网站上。 网站流量越大,费用就越高。 还有一种类似的叫插入式广告,会临时的弹出来, 通常是视频或者动画。 但是这两类广告被认为打扰性较强, 很多用户都会使用软件或者是插件屏蔽这类广告。 第三种就是电子邮件。 营销人员通过发送邮件对客户宣传新产品, 不过目前消费者被大量的垃圾邮件包围, 很多人都会退订,甚至把广告邮件过滤添加到黑名单。 第三,用电子邮件营销虽然成本低, 但是效果却不深理想。 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 传统网络营销已经过时了, 营销手段要做出改变。 沃顿商学院的贝尔教授很精准地指出, 移动设备有四个特性。 第一,一部移动设备绑定唯一的用户。 第二,设备随身携带, 所以长期保持开机状态。 第三,它是带有支付系统的分销渠道。 第四,移动设备能拍照、拍视频, 能分享位置,具有很高的互动性。 它是几个大功能集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智能手机推出后, 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都推出手机端的应用程序。 这些移动端的应用程序, 就是企业销售、宣传推广的营销工具。 对于用户而言, 应用程序也有很大的便捷。 例如,手机通过获取消费者的位置, 给消费者推送最新信息。 例如,附近门店有什么优惠活动, 消费者可以评分留言。 随着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社交媒体平台也有所发展。 以往的平台都是在线社区论坛, 还有博客, 现在变成了脸书、推特、油管、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围绕个人开展的社交媒体。 相比以前, 广告费由网站社区来赚钱, 现在每个人只要做出优质内容, 吸引粉丝关注, 每个人都有机会赚取广告费, 打造个人的营销品牌。 不少草根因此成为一件领袖, 就是我们所说的大V。 他们有不少的粉丝, 在特定群体有影响力, 会有商家企业联系合作, 请大V写软文, 推销哪个品牌, 如何使用某个产品等等。 例如, 著名的汽车公司雪佛兰 曾选了900名 有网上社交影响力的领袖, 把新款的雪佛兰沃兰达 免费租给他们使用三天。 结果这款新产品 在推特引发了46000条信息, 还有超过2000万的回复。 为一件领袖提供产品样品的移动效应, 引发的效应比传统媒体还要轰动。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不少企业 都会在新的社交媒体开通账号, 目的就是为了在线上 多一个拓展业务的渠道。 对于企业而言, 移动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做得好传播更为迅速广泛, 但如果企业出现了丑闻, 同样也会迅速的广泛传播。 在移动营销时代, 企业对公关有着更高的要求。 公关我们听得多了, 我们顺便来科普一下公关的内涵。 公关的英文简称PR, 中文全称公共管理, 是指宣传或保护公司形象 或个别产品的各种计划。 公关的职能包括 积极呈现公司的最新动态, 为产品宣传举行活动, 通过传播促进别人对公司的了解, 与立法者官员打交道, 还有对公司的定位形象做出定义。 目前很多大公司都对网络上 关注公司的舆论, 例如美国的富国银行 有一个部门叫社交媒体命令中心, 每天追踪到2000到4000条评论, 这个团队活跃在各大重要的 网络社交媒体。 当有一次网上流出 富国银行要征收存款 5美元的手续费, 这一条谣言, 命令中心立刻辟谣, 抢占舆论高地, 把公关危机消解在萌芽之中。 好了,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谈到了 可口可乐的大众营销登峰造极, 可口可乐可以是误打误撞被发明出来的, 它能够快速地补充葡萄糖, 口味符合人类原始的欲望, 注定它会被大众所接受。 可口可乐企业一直使用低价的策略, 目的就是要把可口可乐卖给所有人, 同时形成品牌后, 即使神秘配方被破解, 别人能复制, 可口可乐也是通过先发优势 与伯利多销使竞争者无力可图。 可口可乐的成功之处 还有无孔不入的销售渠道, 无论是自动售卖机、便利店、 商店、超市、五星级酒店, 几乎任何地方都能买到可口可乐, 因此可口可乐无愧是大众营销的机制。 然后我们聊到了 为什么麦当劳能在中国大方异彩。 麦当劳在中国的跨国营销非常出色, 他们把第一批分店开设在沿海地区, 那里的民众收入高, 西方文化也是率先登陆。 麦当劳的肉类快餐食品对于90年代的中国人也相当于奢侈品, 因此麦当劳在外国是快餐, 但当时在中国是高端品牌。 我们还谈及了麦当劳的卫生经营理念, 麦当劳的卫生间经常有人固定清洗, 任何人都能进入, 承担公共卫生职能。 也在为店铺增加潜在的顾客是双赢的。 在麦当劳不在溢价, 大众化后, 麦当劳马上执行本土化, 也就是适应营销, 增加迎合中国人口味的食物, 挽留顾客。 最后我们讲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营销。 在传统互联网, 企业营业通过搜索竞价排名, 在网站投放广告, 电子邮件广告, 但是这些都开始受到了消费者的反感。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只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新的销售渠道, 更加的互动化。 所以说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移动端开放应用程序, 网络社交由以前的社区论坛变成微博、 脸书围绕个人展开的新社交。 由此草根也可以成为一件领袖, 成为大V。 每个人都有机会赚取广告费打造个人品牌。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因为信息传播更迅速广泛, 企业的公关能力也备受考验。 可以说移动营销是一把双刃剑。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 听书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